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于2017年10月25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全会的有中央委员204人 候补中央委员172人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列席会议 习近平同志主持会议 并在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后做了重要讲话 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提名 通过了中央书记处成员 决定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 批准了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书记 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人选 名单如下 一 中央政治局委员 按姓氏笔画为续 丁薛祥 习近平 王晨 王沪宁 刘鹤 刘鹤 许奇亮 孙春兰 女 李希 李强 李克强 李洪忠 杨洁篪 杨小杜 汪洪忠 汪洋 张又霞 陈希 陈全国 陈敏尔 赵乐际 胡春华 胡春华 栗战书 郭生坤 黄坤明 韩正 蔡奇 蔡奇 二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习近平 李克强 李克强 王沪宁 王沪宁 丁薛祥 杨小杜 陈希 郭生坤 黄坤明 尤全 五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、副主席、委员 主席、习近平、副主席、许奇亮、张又霞、委员、魏凤和、李作成、苗华、张生民 六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、副书记、常务委员会委员 书记、赵乐纪、赵乐纪、赵乐纪、副书记、杨小杜、张生民、刘金国、杨小超、李书磊、徐令义、萧培、陈小江、杠务委员会委员会委员 按姓氏符记、按姓氏符画为序 王红洪金、白绮团、安姓氏符、郁金国、李书磊、杨小超、杨小杜、萧培、周家怡、女、张生民、张春生、陈小江、陈超英、明尚国委员会认 cual 侯凯 江信志 洛源 徐令毅 灵姬 崔鹏 南京 駅 崔鹏 駅 駅 駅 仙 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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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